中兵三年,即公元186年冬季,身在长安的张温被朝廷召回京城。 随后,韩岁杀害了边章,北宫伯玉和李文侯,手握重兵十多万,进军陨西地区,将其团团包围。 当时,梁州刺史耿比过于信任奸命的官吏,他手下的至终成囚为人狡诈,不得人心,世人们对此都极为不满。 在这样的治理下,梁州地区的王国以及低枪等民族纷纷起兵叛乱。 到了中平四年,即公元187年,为了平定王国和韩岁的叛乱,耿比决定率领六郡的兵力,主动发起攻击。 然而,汉阳太守附屑极力劝阻他,但耿比并未听从。 4月10分,耿比率领军队抵达了敌道。 然而,局势却急转之下,龙熙太守李向如公然反叛,并与韩岁联手。 在这关键时刻,耿比军中发生了兵变,至终成囚不幸被杀,随后耿比也被别价所害。 汉军势力逐渐壮大,进而包围了汉阳,复写战死。 汉阳人王国自称为合众将军。 耿比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拥兵反叛,加入了叛乱的行列。 最终,韩岁等人共同推举王国为主,他们联手攻略三府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动荡。 中平五年,也就是公元188年11月,王国率军围攻陈仓。 得知此事后,灵帝派遣左将军黄辅松和前将军董卓,各率两万人马前去抵御。 随后在12月,二人屯兵于右扶风。 王国自中平五年冬季开始围攻陈仓,一直持续到六年春二月,历史八十余日。 然而,由于陈仓城防坚固,王国的军队始终未能攻克,最终因不重疲惫不堪,只得解除围攻,撤军离去。 见此情景,黄辅松立即决定追击。 董卓却认为此事不宜追击,但黄辅松仍坚持己见,独自率军追击,并命令董卓殿后。 在随后的战斗中,黄辅松连连获胜,大败王国的军队斩杀了一万多人。 董卓对此深感惭愧和遗憾,对黄辅松的记恨也愈发强烈。 王国败退后,韩岁等人开始为了争夺权力而互相争斗,甚至互相攻杀,这导致他们的势力逐渐衰弱。 中兵六年,即公元189年,灵地病逝沉重,他下达诏书,任命董卓为兵舟木,并命其将下属军队转交给黄辅松。 然而,董卓虽然接受了这一任命,却坚决不肯交出兵权。 他上书辩解道,我统领军队已有十年之久,士兵们与我关系深厚,都愿意为我效命。 我肯请能够带领这些士兵前往兵州,效力边陲。 黄辅松的侄子黄辅力劝说黄辅松趁机除掉董卓,但黄辅松并未采纳这一建议。 他只是将董卓不肯交出兵权的事情上奏给了朝廷。 得知此事后,灵地下诏责备董卓, 这使得董卓对黄辅松的怨恨更加深重。 最终,董卓率领五千人马启程前往兵州,然而却在河东郡驻足不前。 此举施为董卓意在观望洛阳的局势发展。 到了189年4月,灵地不幸驾崩。 随后,大将军何进掌握了实权, 他与司力校尉袁绍共同策划诛杀宦官。 然而,何太后却坚决不肯下达相关照例。 于是,何进和袁绍私下里邀请董卓领兵进京, 以此作为对何太后的施压手段。 董卓得知此事后,立即采取行动,启程进京。 同时,他还上书弹劾中长士张让等人。 8月25日,董卓尚未抵达京城, 何进已经被宦官谋杀。 愤怒的将士们纷纷攻杀宦官。 与此同时,何进的部将吴匡等人联合了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民, 攻杀了车骑将军何苗。 在混乱中,中长士段归等人趁机劫持了皇帝刘变,仓皇逃离。 董卓在远方望见洛阳上空浓烟滚滚, 意识到朝廷发生了重大变故, 于是急忙下令禁军。 28日,天还未亮,董卓便抵达了显阳院。 他打听到中长士张让等人劫持皇帝刘变逃往了北芒山, 于是又迅速调转方向向北芒山赶去。 在北芒山下,惊魂未定的刘变见到飞驰而来的董卓军吓得大哭。 紧接着,董卓迎面遇到了宫卿百官的赢驾队伍, 太尉崔烈站在最前面,试图维持秩序,命令董卓回避。 然而,董卓却毫不畏惧,他指着催烈怒斥道, 我日夜奸程,奔波三百里,你此刻却要我回避? 你可知道,我随时可以砍下你的脑袋。 随后,董卓进入赢驾队伍。 之后,董卓不顾群臣劝阻,带兵一起进入洛阳城。 当时,大将军合进的部署张辽等人, 以及车骑将军何苗的部下均无所依靠, 只能屈从于董卓的权威之下。 董卓又巧妙地利用手段,引诱吕吕布杀掉直进吴丁元, 进而吞并了吕布等兵州级士兵的军队, 从此董卓完全掌控了洛阳的军事大权。 原大将军府的幕僚报信, 因不愿屈服于董卓的统治, 曾向袁绍提出诱杀董卓的计划。 然而,袁绍心存畏惧,不敢轻易行动。 报信见状,失望之下,决定器官逃亡。 与此同时,朝廷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, 罢免了司空刘洪的职务, 并派遣使者前往显阳院, 正式任命董卓为司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